还有就是肯定优活度假村在国家公园里头 占地违法营业了14年 不当得利超过2亿 而根据相关法令 优活是在民国95年时 送审经营旅馆 只需要付出83万元的回馈金 这严重不成比例 因此环保团体痛批肯定国家公园管理处 这是让优活以合法掩护非法 用83万就卖掉了国家公园